來自上海的包永傑 在出國旅遊時才發現 中共當局不斷掩蓋真相 給人們灌輸謊言 性格耿直的包永傑 將海外的消息轉到國內網站 卻因此被迫害入獄 遭到種種酷刑 如今他成功移民到海外 將自己的經歷 以及中共監獄內的黑幕揭露出來 來自上海的移民包永傑說 他的父親一直被共產黨打壓迫害 60歲就去世了 那年他才18歲 包永傑長大後 去香港和臺灣 泰國 歐洲 美國等地 耳聞目睹的現象和親身的經歷 讓他認識到 中共一直在欺騙老百姓 報紙 電視和學校裡教的 都是洗腦的宣傳 不是事實的真相 共產黨六四 文革 計劃生育 法輪功迫害 包括三反五反 很多很多共產黨 包括現在的瘟疫 也是共產黨搞的 法輪功在國外都是做好事的 也沒有自焚 也沒有被活摘器官 於是 包永傑把翻牆看到的一些 所謂敏感圖片以及文字 國內看不到的信息發到社交網站上 但是很快 派出所的警察就找他談話 先是派出所到我家裡來找我談話 我不踩他們 我說言論自由 2010年11月 包永傑在飯店吃飯的時候 被國安秘密抓捕 說他犯了巡行姿勢罪 我在拉麵店吃拉麵 突然衝進來五個便衣 把我手銬鎬完 包括當時手銬鎬的那個印子還在 他把手銬強行壓進去 把我反鎬 壓傷了一輛便車 也不是警車 然後把我送到了一個所謂的什麼派出所 其實不是 是一個酒店 地下酒店 然後把我放在那邊審訊我 包永傑堅持認為 他在QQ群裡說的都是真話 講的都是中共的真實歷史 不承認是犯罪 警察就酷刑折磨他 他們就把我反鎬起來 鎬在那個賓館 他們也有像老虎燈在鐵欄杆上面 第二號 拿冷水噴我 開冷後來吹我 吹到我受不了 嘴很發紫 然後他們就在電影用電舞 然後我還是不承認 他們就一直不給我睡覺 持續的欺貼 我實在撐不住了 包永傑最後被送進了上海醫院搶救 身體受到了嚴重的傷害 我現在記憶力衰退 包括舌頭 神經也已經就是肌肉萎縮了 就是當時受了迫害的導致的一系列的病 包永傑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三年 關進上海軍天湖監獄 在那裡獄警強迫犯人生產有毒的七包線 他因為拒絕勞動 再次遭到酷刑折磨 他們把我宅又睡在 把我宅綁在床上 扎床上這樣 一扎就是七天 那十三天要吃飯 全部在板上面在躺著 然後他們就拿電影棍墊我 把那個棉被 我們睡著棉被 然後我們躺在上面 然後那個黑警拿那個凳子 架在我身上坐著 手靠 反靠 靠好 然後澆水 澆完水以後拿四個電影棍墊 墊那個棉被 墊到我的人跳 導致我大小便失禁 然後我還是不認 不幹活 他們就把我關在一個這麼矮的房間裡面 他們叫什麼 叫鹽管 一天就一個饅頭 一碗稀飯 稀飯是什麼 裡面幾顆米粒 都是湯 包永傑被關鹽管了三個月 患上鼻炎癌 育友們也患上淋巴癌 白血病等各種疾病 甚至是死亡 但是包永傑出獄之後 始終沒有改變說真話 揭露中共的信念 繼續翻牆了解真相 結果再次被警察拘留 因為我在中國 罵共產黨罵太厲害了 網上 包括網易啊 推特我也有 網易啊什麼的 罵 還在找我 他們說 你小子以前吃過這個官司的 你還要準備再進去嗎 我說我就是揭露真相 你們怎麼迫害我的 迫害這個社會的 怎麼迫害人類的 怎麼迫害這個世界的 我要揭露你們 包永傑說 在看守所看到警察 給法輪功學員 驗血和全身檢查 如果不簽字 放棄信仰 就直接送到老教所 他還看到很多的冤案 包永傑認為 這次上海疫情封城是文革的2.0版 他希望老百姓能夠早日醒悟 認清中共邪惡的嘴臉 從而遠離他 推翻他